这回合有愤怒的点不多呀 先把女儿孙解了 这个这个鞋怎么办 大堂不关键关键是女儿村 大堂可以倒 女儿孙神又了 别饿 没了没了没了 女儿孙不死的话夏威夷直接死行 一个套餐 运气平均了 这个就是基地游戏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华操又来 华操又来 这边我还是要详情点一个 在寻找最后的机会 我估计主要是想磁行 因为宝宝比较多一个磁行就全都回来了 好秒掉地厅 那关键紧箍咋解呀 擦 哦他没赌神用 这回合咋点呀大哥 啊 苍穹欲验 他特别快 女儿孙直接拉起两个单位然后活血失败 我就知道大事不好对面 预判了 我觉得那回合不是关键 关键的是那个地厅 你知道吧 那只地厅给大唐精清那回合 那两只地厅造成实质的伤害了 现在就得等一手磁行我感觉没有别的机会就只有一手磁行 拉出一只绝对归宿的宝宝 没有归宿就拉不起来女儿孙 拉了地府 拉了华生 拉了大唐 魂飞破散是啥意思 魂飞破散驱散地厅 特神用 在家战敌 大唐给平坎 我操出漫天 出漫天 开 接下来就差一个磁行了 接下来就差一个磁行了 擦 一个 完了完了完了 应该是无了 九转这么打两回合就没 这种没问题就是我觉得地厅没处理好 地厅那波的伤害实在太高了 那波大唐要是平坎的话如果地厅死了的话就有机会 地厅处理好了很多只但是一只处理的特别不好 前面的就等于白处理了 对面地厅那么多带了十瓶酒吗 谁先喝多谁拉倒雨倒还没掏酒呢 如果有酒就会有天女没有酒就不会出天女 拉小精灵 小精灵拉大唐 小精灵拉化生化生拉大唐大唐平坎 拉地府地府还阳拉大唐 大唐再去平坎 最终啊 最终啊 学生们曲夫孔庙 和紫禁城的 世纪决战 遇到没拦住啊学生们 尽力了尽力了尽力了没拦住没拦住 优势了四十回合地厅没处理好 尽力了尽力了 我觉得打的挺好的 就除了地厅没处理好 地厅没处理好 才是一种选择几率性的错误 二分之一的几率吗 对吧 他不一定天地同瘦哪个 密润那回合我觉得他是这样想的 就是大唐横草要不就够了 对吧 我得见 我得见 稍后